你去到店面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他說 老闆我要攻擊拍 老闆我要防手拍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雨球密碼 常常有人在我們的頻道裡面提問說 朱教練 朱教練 到底有沒有攻擊拍 防手拍 攻擊拍 哪一個攻擊拍好 哪一個防手拍好 那個我覺得打那個球 應該攻擊會比較強 打那個球 打那個球拍 防手會比較強 沒有錯 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一下 到底球拍有沒有分 攻擊拍 還是防手拍 好我先來告訴你 以我小學的經驗 我小學在打球的時候 我都也會常常問我的朋友說 欸我的球拍是攻擊拍 你的球拍是不是防手拍 還是怎樣 我們都會這樣問 20年前我在打球 剛學打球的時候 我們在打的時候呢 球拍都已經是碳纖維製造 可是就是說 他的拍型呢 就是比較屬於雞蛋型的 就所謂雞蛋拍 他的拍面沒有加大 中管沒有加長 現在球拍其實中管都有做加長 然後拍面也有做加大 那我們會說的防手拍呢 大概是像 就是雞蛋 雞蛋拍 然後中管沒有加長 就是那種圓形的 很圓的那種 我們都會說 他叫做防手拍 然後那時候 到我五六年級的時候呢 就出現了所謂的 ISOMATIC 那時候還不知道那個叫ISOMATIC 就是YY的那個平頭 那個大平頭球拍 所以那個大平頭球拍出現了之後呢 而且那時候YY球拍其實頭都算很重 早期YY球拍的頭真的都算很重 所以我們都會說那個叫做攻擊拍 看到 我只要看到那個頭是這樣方方的有沒有 像這種都是小平頭對不對 這個都算小平頭而已 GU主流都是小平頭對不對 OK 就是說大概就會有 這個就比較快 稍微有點快一點點 像那種大平頭球拍一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那個叫做攻擊拍 所以我小學在認定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圓形的球拍是防手拍 方形的頭的球拍呢 就是攻擊拍 好 說了這麼多 到底有沒有攻擊拍 跟防手拍呢 答案是 要說有 也有 要說沒有 也沒有 這樣好奇怪 到底有還沒有 其實這個問題 真的是沒有一個一定的答案 在我們之前有一部影片 就有提到 我們就是 如何挑選 適合自己的一支球拍呢 提到說 重量跟平衡點的一集 就是說有提到這個規格的方面 在目前來講 攻擊拍的取向 可能會在高平衡點 對吧 高平衡點就對了 OK 那現在就是說 主打攻擊的取向方面 可能就會平衡點會偏高 就所謂的頭會比較重 那我們統稱這個球拍 會屬於叫做 攻擊拍的部分 就是你們所謂的攻擊拍 OK 相對的防守拍 他的平衡點就會往下降 就會變成說 他比較 頭比較輕 所以他操控起來會比較靈活 所以我們就會統稱這個叫做 你們所謂的防守拍 所以你說要說有攻擊拍嗎 有攻擊拍 要說有防守拍嗎 有防守拍 但是他們不會去特別強調說 拿這些球拍 防守會特別好喔 拿這些球拍 攻擊會特別好 OK 不會特別去強調這件事情 好 那現今主流的球拍呢 他就比較沒有在分攻擊拍防守拍 現在的球拍就是說 他會把平衡點做的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重量呢 會變輕一點點 那球拍因為 因為材質應該越來越好了嘛 所以他的東西可以做 越輕越硬 越堅固了 所以說他的球拍會變成 甜點高 重量輕 那也因為 現在的心智的打法 心智就是落地得分智 所以大家都會去強調 發球搶攻這件事情 發完球他就必須要搶攻 現在比較少人在打拉掉 拉掉的球路會變得很少 除非是桃田賢斗啦 但是桃田賢斗也是因為這樣拉掉 也會縮到也是會有吃虧的情形產生啦 所以就是說 現在大家偏向就是 發球都要主動積極搶攻 而且現在的球的速度 也越來越快了 大家來回的拍速也越快了 然後球拍也越做越好 所以呢 他會因應這些新的制度 你看很明顯 雙打手的球拍越打越輕 大家都拿3U4U的球拍 都很輕的球拍 然後平衡點很高 然後中管的回彈做得非常的快 最明顯 那我最近比較有感的是這支里里的突襲9 那中管的回彈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就是說 因為新制的賽制導入的關係 所以球拍呢 設定能也越來越不一樣 那到店面到底要怎麼挑選球拍呢 之前我們也有拍一集 告訴大家說 怎麼到店面挑選球拍 你去到店面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他說 老闆我要攻擊拍 老闆我要防守拍 其實這樣子店員也是會告訴你 哪個是偏向攻擊 哪個是偏向防守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可以再專業一點問他 就是跟他說 老闆我可能想要打高平衡點一點的 就是我可能想要大球重一點的 我可能想要控制好一點 就是打平衡點低一點的 你可以跟他這樣講 就是找到平衡點 一刷平衡點 老闆就覺得你是專業的 你就比較不會被 OK OK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算平衡 不是我講的 好那朱教練一直在提到 高平衡點 高平衡點 什麼叫高平衡點 就以前的球拍來講 平衡點的中間值 大概在280到285 是以前的球拍設定 可是現在的球拍幾乎 都從285到290才是平衡點 已經往前提了五分鐘 你要看球拍 什麼叫高平衡點 就是看295以上的球拍 那就是所謂的高平衡點球拍 那如果295以下 或者290以下 那可能就是所謂的 偏平衡型的球拍 這個地方要幫大家科普一下 看羽球密碼長姿勢 再來就是我們要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球拍在廣告方面 在廣告上面一定會強調說 球拍到底是強調攻擊 還是強調防守 每隻球拍都會展現他的特性 比如說這些球拍特別 殺球特別快 那些球拍操控特別靈巧 的確 這是每一隻球拍該有的特性 但是呢 這些特性呢 可不可以發揮呢 取決於你的技術 技術才是根本的 你的技術越好的時候 這些球拍才可以發揮出 它該有的特性 你的等級 要配得上你的球拍 不能說 你今天才出新者 你就要去拿一支加9的武器 那當然你一定揮不動 你一定不能裝備嘛 就算裝備了 你一定沒辦法發揮 所以這邊我們有拍到一集 就是說新手到底該不該用高階拍 這個方面呢 我們也有提到這一集 可以去看一下 好最後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呢 球拍呢 不一定要拿攻擊拍 還是防守拍會比較 這一些絕對取決於 你自己的打球的風格 跟技術方面 像我自己本身就比較喜歡打 平等一面講 連貫跟攻擊的球路 只在製造球路 所以我就比較喜歡打 有為了 破風拍啊 然後中管硬一點 頭要稍微重一點點 稍微重一點點 稍微重一點點的球拍 這樣我在回彈的速度 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像其他風格人 就會衍生出其他不同的球拍 所以呢 沒有說一定要打什麼球拍 才是最適合你的 我覺得最適合你的方法 就是一定要先增強自己的技術 慢慢的把球拍慢慢的升等 也不用說一次要到位 就是我一定要這個球拍 可以慢慢的去提推多種球拍 多種一些 這樣子你的技術 跟你的球拍方面 就是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的話 就是說在這個方面 才會相輔相成的成長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到我們的臉書 粉絲專頁點讚 下次再見喔 掰掰